大家好,我是谷海的洛雅方舟 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贴心提醒记得开启CC字幕哦 今天要来回应网友想知道的个股 这档个股就是经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验科技成立于2006年与2014年上柜 股票代号6411 经验主要从事IC的静电放电防护设计技术的研究 提供客户ESD元件以及相关ESD解决方案 是属于IC设计产业类别 这边先来讲一下什么是ESD 也就是静电放电 静电相信大家都知道 也都有被静电电到过 举个例子 当你用手准备开车门 假设你的手都是正电 门把都是负电 这时候你的手一接触到门把 正负电为了取得平衡 会造成负电流入人的手 这就是所谓的静电放电 而当往人体流动的带电量越多 痛感就会越强烈 人体的静电放电都会痛了 那么对于机体电路等电子零件 一旦出现静电放电 只要些微的电流通过 就会导致异常 因此才会出现处理静电放电的保护元件 而经验正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接下来来看一下经验的主要产品 可以看到经验的主要产品有 防护IC 电池干扰滤波器 类比讯号切换器 以及收发器界面晶片 是应用在各大电子产品上面 而主要的产品营业比重 静电防护IC是占比最高 大概在93-94%左右 而主要商品的销售地区 主要销售地区还是落在台湾 以108年度来讲占比将近60% 第二名才是大陆 再来看一下近五年来的财务资料 可以看到营业收入 营业毛利与营业损益 以及EPS 整体都是呈现成长的趋势 唯独在108年 则是出现停滞的状况 从107年与108年的比较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营业收入是呈现连减 代表108年成长力道已经减缓 再来看一下2020Q1的表现 从2020Q1季报来看 营业收入是呈现年增 当然营业成本也伴随增加 不过最终的毛利还是呈现年增 而在营业费用 与月外没有太大的差距下 最后的净利当然也会呈现年增 再来看一下2020年Q2的表现 可以看到2020年Q2的营业收入是呈现年减 但是在营业成本方面居然是呈现年增 导致最终的毛利就被拉大差距 而在营业外收入及支出这项 里面的其他利益及损失 2020年Q2是呈现损失 而在2019年Q2是呈现增加利益 在一来一往之下 就会拉大净利的差距 税前净利是差了将近一倍啊 刚刚提到业外的其他利益及损失 仔细从财报翻阅可以发现 主要是外币兑换利益的损失 毕竟今夜主要商品还是有事成都是外销 因此就要留意汇率的走势 是否会造成外币汇兑的损失 从EPS来看 2020Q1连增 2020Q2连减 很明显 2020年上半年整体的表现 依旧是呈现连减啊 未来展望的部分 根据工研院IK1研究 2020年全球消费电子之重要终端市场的五大应用 为行动电话、虚拟实境、无人机、穿戴装置、汽车等 这五大终端消费都是呈现成长的趋势 而今夜的静电防护产品应用相当广泛 因此也有机会受到终端消费产品的拉货而提升业绩 在市占率方面 在2018年提供静电防护方案的供应商排名 已经来到全球第三名 全球市占率约11% 在109年3月25日 决议现金增资发行1万张 并暂定美股以新台币72元发行 发行总变额7.2亿 其增资目的是充实营运资金 在109年3月25日 也同时发出公告 决议购置不动产 主要是因应业务持续扩展 扩大研发动人及增强竞争力 将以新台币7.2亿之额度内 购置不动产 在109年3月26日 马上再度发出公告 更正现金增资资金用途 为购置国内办公大楼 上述几则的公告 很明显金额刚好都符合 就是现金增资 要来购置国内办公大楼 以因应业务扩张 这代表着公司对于未来的展望 仍是有一定的想法 而在109年8月14日的公告 就是取得不动产相关事宜 代表公司是真的有在持续动作 回到营收来看 7月营收仍是持续连增 下半年营收 渴望受到终端消费需求增加而带动 不过 累积至6月的营收 虽然是呈现连增 但EPS却是减少 就是先前所提到的关键 要留意汇兑的变化 本益比的部分是15 不算太高 股价净值比的部分是2.83 不算低也不算太高 配股配息的部分 上市以来连年配股或者配息 运于分配率都在50%以上 殖利率也从3%提升到5% 算是不错 再来看一下长线走势 月线的走势图 近5年的营收是持续成长 在股价走势方面 也是呈现一路往上 因此接下来的营收若能持续成长 股价才会有相对成长的空间 以月线图来看 支撑基本上是落在SMA60的位置 以短线的走势来看 因为108年的营收停滞 甚至微幅衰退 导致走势也没有持续往上 接下来除了要注意营收与汇兑损益之外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现金增值 现金增值每股72元 倘若股价在发行价之上 就要留意可能会出现 所谓的卖劳股换新股的卖压出现 现金增值卖劳股换新股的说明 可以点选右上角的影片看一下 以上的资讯分享给各位朋友啰 本频道没有建议任何买卖操作 单纯分享资讯 以上分享皆为个人心得 本人无邀约推介之行为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也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有想要分析的个股 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哦 咱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